5G時代 創造無限的可能 根據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截至去年11月資料 台灣5G用戶數為654萬戶 外界關注台灣5G普及率是否落後 NCC副主委及發言人翁伯中表示 從視照時間來看與鄰近的日韓相比 台灣5G普及率絲毫不遜色 其實我就比照我們鄰近的國家 韓國 日本 還有台灣我來比較一下 韓國它的5G的試照是在2018年的6月 那日本5G的試照那個是在2019年的4月 台灣是在2020年的1月完成 那看那個韓國在我們看到GSMA 到2022年的12年底 12月底 它的那個5G的那個Penetration Rate 差不多53% 那日本是41.75% 那台灣是35.31% 所以說我們現在的那個Penetration Rate 5G的Penetration Rate 35.31% 跟韓國它是已經三年多了 53.07%跟日本比較起來 它兩年多41.75% 我們毫不遜色 5G通訊具有高速率 低延遲 大頻寬三大特色 除了個人使用 更多的是提供企業進行數位轉型 但許多傳統企業不清楚5G應用 翁伯中表示 電信業者可結合產業鏈各方 打造5G數位生態 所有的傳統企業 它也不知道5G要做什麼用 但是電信事業 他們也不知道說 所有的傳統企業 它的生產的製造的流程是什麼 就是像我們那一次去指觀 去看那個傳統的螺絲廠 它的生產流程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傳統企業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 ICT業者也要知道那個OT 就是Operation的Domain Know How 就是要知道那個產業的製造流程 就是ICT要跟OT結合 這樣子融合 那電信業者剛好在它有平台的優勢 在這個期間它可以成為一個橫向結合的角色 就好像我們電信業者都在講說 它可以去結合多方面 就是產業鏈的各方 就是打造一個數位生態系 那這樣子才能去把在這一種傳統數位轉型的過程中 它電信業者可以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 翁伯宗表示 目前台灣5G涵蓋率達95% 要提高普及率 電信業者應在應用面多做努力 向民眾宣傳5G的優點 至於自費高低 NCC尊重市場自由競爭機制不會介入 除非看到明顯的壟斷才會提出相關矯正措施 記者李奇惠 台北報導